中文字幕蔣東 輕鬆比嘗試 沒有壓力 沒人全 為何要多走一次 我們面向心經減臨 留意左邊會有一隻小鳥 小鳥的位置 是一隻王來的 早安 又來到油洋子部 我是Kinky 今天我有個嘉賓就是Milky Hello 我們今天去哪裏 我們今天去北天門 對 再去北天門 有留意Youtube頻道的朋友 其實我第一條影片就是北天門 由於那時候不太懂剪片 所以今天再重新去一次 重拍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的路線 由心經減不上 然後去賭碗上赤汗 再經過滴水岩 一樹洞 羅漢塔 然後再經北天門站上鳳頂 再由鳳頂在西九牙落 我想今天都玩六七個小時 是的 好興奮 好興奮 昨晚睡不睡嗎 睡不睡啊 因為太興奮了 我想快點去 還有今天這麼好天 真的要打卡了 我們真的要去拍多點漂亮照片 對 拍多點漂亮照片 剛才我們就在東沖市中心 搭了23號巴士 在岸平站下車 然後向著心經減能方向 一直直走就可以了 去到入口位再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出發了 Let's go Let's go 分成南岩和北岩兩條路線 而且奇景處處各具特色 而比起南岩這麼錯綜複雜 沿路沒有官方指示 知路凡多而遜要 所以要欣賞奉觀北岩的景色 必須兩力而為 看到心經減能的位置 我們向右轉 剛才面向心經減能的左手邊 會有隻鳳凰 留意鳳凰的後面 會有一條小山路 上來這個島門上石河 路段就是後面這些浮沙碎石 都是比較崎嶇和斗潮 我們就一直上去 上到後面 坐山的位置 然後就在上石河的左邊方向 就開始這個北天門的旅程 好喘氣 我先留一口氣 我覺得走這個鳳凡北岩 最辛苦 就開始要上斜這段路 好喘氣 那裏有島碗崖 有些人在上面 之前這裏 我早兩年來 被大火燒光了 現在非常脆綠 今天非常之好天 今天非常之好天 剛才一邊沿著山路上來 留意右邊會有一條分拆位 然後轉上來 就是這個島門上石河 在這個位置 看到有個施帶 如果想上石河看一看 就在右邊這個位置出不去 放一個航拍 和可以欣賞到這個石河景 還是繼續巨大的 會很快 但是我不可以看到 在外面的旅程 可以做到 那現在我們走出去 這石河的石頭 都比較穩妥 比起九眼嶺的赴孝尺 它會比較大塊 和十足 但走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的垃圾很寬闊 手提電話的地方要幫我 平時我喜歡站在石頭的位置 打卡很漂亮 很多石頭在這裡 比較崎嶇 但那個位置打卡是非常漂亮 但打卡難打卡 也要小心一點 和恨自己的能力 如果自己不夠信心 也不要過去了 好 就是這個石頭 我就這個位置走過去 小心點 很多碎石 上面就是倒碗崖 而且你看到風景非常開陽 好 拍完相片 我們就在右邊的路口 會有一個山路 好 我們就開始上去了 我們上到去 進去都是一些密林的地方 留意絲帶或者你的GPS 離線地圖 小心點迷路 現在走這條就是 北岩盞道 通常說得出盞道 你就可以留意到 這條路也會比較窄一點 然後看出風景 視野都非常開陽 很快我們就去到 第二個打卡位就是 無窺石 無窺石 我們就到 前方有一顆石 看到啊 零碎碎碎碎碎 有顆石在上面 之前聽說 有些師兄都可以 就這樣爬上去 因為他走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中間有一條石欄 慢慢 好像迫虎一樣 那樣迫上去 後方這裡就是 無窺石的石棚 很多人都會在這裡打卡 這個鳳關北岩的 其中一個打卡位 和鳳關南岩的 陸上破片 差不多 對面那個就是 品字石 我之前也看到一些 師兄可以 站在石上 也要放狂拍 拍出來很漂亮 不過呢 我就不敢站在 還未試過跳上去 我們休息完一輪之後呢 我們就去這個滴水岩 上滴水岩的路 都非常之糾纏 和非常之直 但要小心點上 剛才在無窺石那條縫 一出去那個位 我們就做了一個大休 看著大嶼山 機場的風景 很舒服 在那裡休息 就是我身後面的風景 你看到 我身後面的風景 多麼美 現在我們繼續上去 在那裡休息 這個滴水岩 都是我其中一個 非常之喜歡的景點 因為我覺得它流來的水很漂亮 好像以前花果山齊天大盛的感覺 而且水呢 我想都非常之乾淨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在那裡補給呢 都不用過濾了 滴水岩的左方呢 我們會在這個位置上去 然後你會看到樹下有條繩子 那我們就上攀上去 那就小心點上 有些人會爬在樹外面 我通常會在裡面上 這樣就安全一點 那些什麼事掉下來 都不會拋出去 我們的觀眾在熱誠期待著 原來不用用繩子 原來不用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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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啊 好 之後就是我們的隊友爬上來 剛才不知道能否過得到 可能我的袋子會卡住 用陰力摺上來 我幫你拿著 待會我先拿好 卡住了 在這裡我看不見了 它還能放廁所 那邊還有些藏物 它還在放廁所 這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啦 斷骨 那些不是水樽石 是斷骨石 看著 精力沒問題 剛剛沒有 終於看到羅漢塔了 今天的羅漢塔很高清 拍到藍天 但我們上羅漢塔之前 我們會去一樹洞 很漂亮啊 羅漢塔 其實在羅漢塔對面 即是一樹洞的上面 拍過去很漂亮 早幾年我都在這裡拍了一張照 不過我們今天有航拍C在這裡 那就可以不用找個人在對面拍了 直接飛航拍就可以拍到我們了 去了右邊方向 去了一樹洞 然後左邊有條路 那就去上羅漢塔 一樹洞打卡 一樹洞 不過現在也不叫一樹洞 因為前面也建了很多棵樹 不是啊不是啊 通常打卡都會站在這塊石 那裏 拍一個展影 很漂亮的 現在都生了幾棵樹 現在我們去羅漢塔 就在一樹洞下面會有一條山路 就在這裡 下去了 然後再一直直走 然後上羅漢塔 然後上羅漢塔 走到沒多久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塊石 這裡有一條山路 留意右邊會有一條路 然後上羅漢塔 我記得印象是一條繩子 但沒有全程都靠繩子輔助 因為這條繩子都很久 我怕它不夠穩陣 盡量拉上石頭 其實都有手腳位上 下的時候 就小心點下 那我們上去再說吧 好 好 好 我們上去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先去打托 走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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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走到路 走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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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上來了 看下去 看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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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上來了 好 好 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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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完火帕之后 我们现在就下去了 其实下去比上下危险 现在我就下去了 真的要小心一点 小心小心 这里真的很直 因为下去是比上的 其实安全一点 真的背着下去会好一点 但我自己因为背着下去 我看不到脚位 所以我就当走楼梯的下去 小心一点 中心呢 矮后一点 如果背囊太大 我怕会顶着出去 如果背囊太大 就不要面向风景下 背着下去会好一点 现在下方呢 我这个位置就很直 就是刚才我们爬上来 比较浅一点的位置 下的时候小心 扶紧一点 它会顶着它 下方的这就是 下方的这些 那些 下方的这些 那里是 下方的这些 背囊也要小心点 安全 有什麼感想?Milky 這是羅漢塔 落完馬上就變了羅漢 很害怕,腳軟了 超害怕 這就是羅漢塔 我們稍後在羅漢下降 然後在右邊有條路上北天門棧道 因為我下降時留意 右邊會有絲帶 我們上班上不要錯過 不然就會落在下面 就錯過了北天門棧道的位置 落到這個位置大概六、七分鐘 我們在右邊的絲帶 一邊上去 然後再環移到北天門棧道 然後上去縫頂 我們繼續出發 現在我們又開始走這些 比較密林的位置 稍後上去的波幅也有一點大 這裡去到北天門棧道 要不停上班 就二十分鐘 體能消耗都非常之高 還有沿途也有很多有刺的植物 所以男士穿長褲 還有男女也穿長褲 也穿長褲 也穿長褲 免是刺身手也不太好 手腳位 輕鬆 我們前方便是北天門棧道 這樣吧 要怎樣扔一下水油上來 你看Stanley多輕易 這就是北天門棧道 反而我覺得最危險是前面那裡 你怎麼會再走 人家在野油上來 天門棧道 然後開口 他們番禮物 試試看 對呀 小心點 輕鬆 輕鬆 輕鬆的嘗試吧 對呀 完全沒有壓力 可不可以再走一次 走完不貼門斬道 現在我們就上鳳頂了 不貼門斬道比我之前走得輕鬆了很多 原因就是它現在加了鐵鏈 那就穩固很多 因為我朋友之前上也有點害怕 剛才我們已經在下面上來了 現在我們就準備上鳳凰山了 因為呢 今天也不夠時間去西九牙 剛才我們慢慢玩 現在都4點了 如果下西九牙下山 那未必夠時間 免得入黑 就趕下山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鳳凰山撤退 可能下廣平或者白宮咬走 我想通常就會在廣平的位置下山 現在我也慢慢走上去 而且我也很喜歡 欣賞一下大嶼山的黃昏日落 非常之浪漫的 那我走上去再跟大家說 終於上來鳳頂了 好開心 那我們今天的旅程也結束了 因為我們現在很時間 所以未必下西九牙下山 我們最快就下白宮又下山 然後就會最快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日子寶》 《日子寶》的頻道 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 我們現在又在岸平下山了 可以直到撫退 我們走吧 現在鳳凰山這個牌 弄得很漂亮 之前那個就有特色一點 現在這個就現代感重一點 你看到有鳳凰山的山脈 我們面向心經減臨 留意左邊會有一隻小鳥 小鳥的位置 黃黃 今天《日子寶》又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也要到這裡 我們再見